前面我们学习了收入确认和计量的第一步骤 那就是识别与客户定利的合同 然后我们学习了第二步骤 那就是识别合同当中所包含的履业义务 有几项履业义务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步骤 那就是确定交易价格 这个交易价格理解为 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通俗的讲就是向客户转让商品收入这个金额是多少 如何确定 这里面要注意 如果企业带第三番收取的款项 比如企业在销售商品时收取的增值税 假定销售商品是1130万总的货款 这个总的货款里面呢 有1000万是价款 有130万是增值税销下税额 借银行存款1130 贷方1130其中1000万是交易价格 那个130万那是增值税 所以这个部分增值税不能作为交易价格 也就是说不能积在收入里面 另外企业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 这些都不能作为收入来处理 应当作为负债 那么在确定交易价格时 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是可变对价 我们前面提到过 第二个是合同中存在的重大的 融资成分 第三是非现金对价 第四是应付客户对价 我们在括号三这个大问题里面 我们主要是讲这么四小点 下面先看第一点 可变对价 关于可变对价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 一般情况下 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这个对价的金额是确定的 固定的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 因为一些因素而发生变化 比如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提到过折扣 比如我们这就提到现金折扣 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给予客户的现金折扣 应当也作为可变对价 按照收入准则 关于可变对价的相关规定 来进行会计处理 关于这个现金折扣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 另外呢 还有价格折让 前面也简单的介绍过 比如 这是举个例子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双方在合同当中约定 如果今年采购量 全年的采购量 小于等于十万件 那么每件单价按一百元计算 但一旦超过十万件 那么超过十万件 那么单价就按照八十元来计算 那么今天在销售商品时 其实我们是不确定 对方的全年采购量 到底是小于十万还是大于十万 所以最终这个交易对价是不确定的 因此属于可变对价 那么如果超过十万件 那么这一部分 二十元的单价 单价里面少二十元 这个相当于就是个责任 另外还有返利 假如销售商品超过十万件 超过的部分 我可以按照每件多少 我返利给客户 我们收呢 是按照一百元一件来收 然后你超了部分 我可以返给你 那么在今天 我们在销售商品时 这个对价金额都是不确定的 都是不固定的 称之为叫可变对价 包括后面等等这些 到后面我们都会接触到 好 这是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可变对价 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 可变对价 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也就是说 这个可变对价 我今天怎么确定 在对可变对价 进行估计时 结因单照 一 七万值 二 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 来确定可变对价的 最佳估计数 采用这两种方法 那么这两种方法 其实我们在前面学习 或有事项 已经接触到这些方法 首先看第一种方法 七万值 作为七万值 那就是按照 各种可能发生的对价金额 与其发生的相关的概率 作为权数 计算 确定一个加权 平均数出来 那就称这为叫七万值 那这个七万值 就作为可变对价的 最佳估计数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甲公司 为一家生产和销售电视机的 上市公司 2022年3月份 甲公司向零售商 已公司销售 1万台电视机 每台价格为3000元 那么总共就是 合同总价款是3000万 这是没有考虑可变因素 可变对价因素 那么总共价款是3000万 甲公司向已公司提供价格保护 同意在未来六个月内 如果同款的电视机售价下降 则按照合同价款 与最低售价两者之间的差额 向已公司支付差价 甲公司根据已晚执行类似合同的经验 预计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 比如下面这张表所示 这就是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同的情况 所对应的对价金额 以及发生的概率 下面看这张表 未来六个月内 零表示不降价 不降价 它的概率是40% 未来六个月内降价200元 这个电视机本来是标价是3000元 那如果降价200元 那其实也就是说价格是2800 此时的概率 降价200元的概率是30% 第三 未来六个月内降价500元 500元意味着售价是多少 那就是2500 此时概率是20% 如果降价1000元 那实际上售价就是2000 此时的概率是10% 概率之和等于1 概率之和等于1 这就是四种不同的情况 所相应的对价金额 与其相应的发生的概率 那接下来我们就计算它的7万值 本例中 假公司认为7万值能够更好地预测 其有权获取的对价金额 假定不考虑收入准则 有关可变对价 记录交易价格的限制要求 这个等一会再解释 在该方法下 假公司估计每台电视机的交易价格 这个方法就是7万值的计算法 等于不降价 不降价售价就是3000还是3000 不降价的概率是40% 乘以40% 加上降价200元 售价就是2800 2800的概率是30% 然后再加上降价500元 也就是售价2500的 概率是20% 相乘再加上降价1000元 也就是售价2000元的概率 10% 求和 这样计算出一个加权平均值 2740 这就是7万值 这样每台计算出来是2740 总共是1万台 1万台 那就2740万 这样 采取7万值的方法 计算出可变对价最佳估计数 为2740万 好 这是给大家通过举个例子 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7万值 这种方法 计算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方法 叫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 其实这种方法 我们在货有事项那一章也学习过 关于预计负债在计量时 有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 这种方法 最有可能发生金额 是一系列可能发生的对价金额中 概率最大的 最可能发生的单一的金额 单合同 仅仅有两种可能结果 要么发生 要么不发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估计 比如括号里面说 能够达到 不能达到 要么yes 要么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两种结果 那我们就看 哪一种结果的概率大 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 我们就按照这个金额来进行估计 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公司为其客户建造一栋厂房 合同约定的价款是2000万 合同约定 如果假公司不能在合同签订之日期的180天内 竣工 那么必须要支付200万元的罚款 该罚款就直接从合同价款中扣除物 站在今天 我们是不确定的 将来能够 一定能够在180天之内 竣工还是不能 今天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这一项合同的交易价格是不固定的 甚至为叫可变对价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它有个200万 这个200万可能是要罚款 可能不罚款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意义整个是2000万 2000万里面 1800是固定的 这个是固定的 关键是这个 200万 这个是可变对价 不能把2000整个作为可变对价 这个200是可变对价 有可能我们在180天内竣工 那就不用支付 如果没有完成 我们就要支付这个200万 那就意味着 这个200万的可变对价 那就为零了 我就拿不到这笔交易价格 上述价款均不含增值税 假公司对合同结果的估计如下 工程按时完工的概率是90% 要么完工 要么不能完工 延期的概率是1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按照最有可能发生的几个 最有可能发生的 这种概率是最大的 能够按时完工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估计 应该90%的概率能够按时完工 既然能够按时完工 这个200万可以获得 所以可变对价是200万 那下面看一下分析 本例中该合同的对价金额 实际上有两部分组成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一部分是1800 这个1800 不管是能够在180天完工 还是不能完工 必须要 对方必须要支付的 所以这是固定的 另外一个200万 它是可变对价 能够按时完工 支付200万 我们收到 如果不能按时完工 那这个200万就收不到 所以它 这个200万是可变对价 由于该合同涉及两种可能结果 要么按时完工 要么不能按时完工 所以假公司按照 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 来预测 其可变对价 那最有可能的 我们刚才讲过 完工的概率是最大的 所以最有可能的金额是200万 21800将200 也就是说这个200 我们能够获得 可变对价是200 加上去 所以总共是2000 好 这是两种方法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我们也给大家举了例子 进一步的加上印象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才在前面题目里面 出现过什么 限制要求 括号 进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金额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确定可变对价时 注意还有一个限制条件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块有点抽象 企业按照期望值 或者最有可能发生的金额 确定可变对价金额时 要注意 进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的金额 还应当满足限制条件 什么条件呢 那就是下面滑线的这一部分 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 应当不超过在相关 不确定因素消除的时候 累计已确认的收入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那么想告诉大家 这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翻译过来的 其实这种外文翻译过来 是非常抽象的 很难理解 那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简单的你解释一下 那就是下面这句话 写了一句话 帮助大家理解 说白了 刚才讲的就是可变对价 这个交易价格的一个金额的限制条件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相关的不确定因素消除时 我们这个可变对价不就是因为 某些条件不确定吗 所以是可变的吗 那么将来 实际上时间的推移 这个不确定因素消除了 此时要注意一个问题 累计已经确认的收入金额 大概率 这是我说的 它这叫极可能 这个极可能也没有给一个标准 什么多少比例 多少比例 咱们也不用去深究 大概率的 不应该发生重大的转回 也就是说 在相关的不确定因素消除的时候 我们累计已确认的收入 不可以发生转回 说白了就是 前期不能确认过多 本着谨慎一向的要求 前期不能多计收入 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某种原因 前期多计了 这就是超过它的限制条件了 多计了 然后当不确定因素消除的时候 发现前期多计 后期调回来 充减收入 不可以这样做 准则本着谨慎性 我们可以前期少计 后期 当不确定因素消除的时候 这个应该确认的收入要比原来多 那没关系 后期可以调增 但是准则要求 前期不能多计 有人说 我前期计的多计 后面转回来也可以吗 不可以这样 我们只能前期少计 后期 当不确定因素消除时 可以调增 但不能前期多计 后期把它冲减 不可以这样 这就是本着一个谨慎性的要求 那么这句话是比较抽象的 那下面我给大家呢 举个例子 2022年1月2号 假公司与已公司签订A产品的销售合同 合同约令 如果假公司2022年A产品采购量低于12万件 那么每件产品的售价为100元 你采购量达不到12万件 那么每件按照100元去计算 反之 如果以公司2022年A产品的采购量超过12万件 含12万件 只要达到12万件 那么假公司可以按照优惠价80元一件销售给对方 那对假公司来说 今天我们在销售时 确认这个收入 到底是按照100元还是按照80元 其实它有个不确定的因素 2022年上半年假公司向已公司销售了A产品3万件 上半年总共才3万件 预计已公司当年全年采购量是不会超过12万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假公司应该按照什么价格确认收入 那就是按照100元 我预计全年你不会超过12万 所以我肯定可以按照100元 那么3万就乘以130百万 然后到了2022年的三季度 已公司因完成了产能升级 而增加了原材料的采购量 向假公司采购A产品8万件 注意了 三季度就采购了8万件 上半年是3万件 两者相加总共累计已采购多少了 11万件 那11万件假公司预计已公司当年全年采购量 很可能会超过12万件 含12万 因为你三季度已经达到11万件了 那么四季度只要购买1万件 那么就达标了 那么此时大家想一想 假公司在三季度确认收入时 销售的8万件 还能按照100元算吗 不可以了 本着我们刚才所讲 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的这个金额 有它的限制条件 如果你在这按照100元计算 8万件按100元计算 包括前面3万件都是按100元计算的 那么一旦到四季度 对方采购量超过12万件 我们在前期确认的收入就多了 那么导致将来就要往回冲 而准则本着谨慎性 前期不能多计 也就是说 在将来相关的不确定一些因素消除的时候 你之前所累计已经确认的收入 大概率是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 我们要求不能转回 转回就意味着前期多计 后期调解 所以有这样一个限制条件 既然是这样 下面我们看这道题 2022年上半年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出3万件A产品 因为假公司预计乙公司 当年全年采购量不会超过12万件 所以假公司按照100元的单价 确认收入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等到年末 假定确实没有超过12万件 我不会发生撞回的呀 我前面按照3万件乘以100元计算的收入 将来只要你没有超过12万件 我就按照100元算是不会发生转回的 满足在不确定性要因素消除之后 也就是以公司全年采购量确认之后 累计以确认的收入将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要求 能转回吧 极可能不会发生转回的 因为我们之前预计对方是不会超过12万件的 所以我们按照100元算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假公司在2022年上半年 假公司向以公司销售的3万件A长品是 按照100元单价来算300万元 交易对价 接下来我们再看三季度 2022年三季度以假公司向以公司销售8万件A长品 且假公司预计以公司单年全年采购量 很可能超过12万件含12万 那么这个时候假公司对交易价格就要进行重新估计了 如就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 如果你按照11百元乘以8来继续确认这个收入 很有可能到了四季度 一旦超过12万件 就会导致我们前期累计确认收入将超过了交易对价 所以要往回转了 那么就违背了我们前面准则所提到的限制条件 所以假公司对交易价格进行重新估计 前三季度应按照优惠价80元确认收入才满足 极可能不会导致累计以确认的收入 发生重大转回的限制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要修正了 要按照80元来算 那么假公司在第三季度确认的收入是多少呢 那是不是8万件乘以80啊 不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 在上半年 三万件是按照100元算的 那现在我们要全部统一按照80元每件来算 总共销售11万件 11万件乘以80这是前三季度的按照修正的80元的优惠价所计算的收入 然后减去上半年按100元计算的收入 减完以后 这是三季度的确认的收入 580万 580万 这样调认以后呢 我们前面是一个300 然后这一个580万 那么总共是880万收入 就前三季度 那就对了 11万件乘以按照80元来算 这样呢 我们到了12月份 到了四季度吧 12月31号 如果超过12万件了 那不会转回的 是不是啊 你超过12万件 我们也是按照80来算呢 反之 如果这一块按照100元计算收入 那么到12月份 一旦超过12万件 就意味着需要转回 那就违背了我们前面准子所提到的限制条件 那下面给大家写一个理解 就反过来说 如果前三季度按照销售价格100元确认收入 那意味着包含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是那个多少啊 是那个20 100元单价减去80 那个20叫可变对价 那么意味着包含可变对价的总的交易价格 那就是应该是1100万了 一旦以公司在四季度完成了12万件的采购计划 假定 我们假定啊 假定正好就12万件 正好就12万件 那就意味着可与可变对价相关的因素 不确定因素消除了 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 实际是超过12万件 达到12万件 那就应当照80来算 那就意味着假公司 2022年销售总共12万件 我假定正好12万件 12万件那应该按照多少算 按照80来算 那么总收入应该是960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在前三季度就已经按照多少算了 就已经按照1100了 那么再加上四季度再一个1万 那这个1万件 即使你上到80来算 是不是也超标了 也超了 那么就意味着累计已确认的收入 在三季度 前三季度 累计已经确认的收入1100万 意味着将发生重大的转回 违背了准则有关他的限制条件 所以我们在三季度 要对他进行重新估计 要求什么呢 要求要满足 极可能不会导致累计 你确认收入发生重大转回 就这样的理解 所以书上这个准则这个文字啊 很抽象的 你看不懂 没关系 你只要把它意思理解了 我们在做题目时 知道怎么做 比如说 我们把这重点掌握这道理解 就可以了 考试题 完全有可能会 类似于像这样的考题 让我们计算 2022年上半年多少收入 2022年三季度多少收入 四季度多少收入等等 好 这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可变对价 进入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有限制条件吗 那么这个限制条件呢 要注意 它有一个问题 它不适用 也就是不适用的范围 不适用于什么呢 不适用于企业 向客户授予 知识产权许可 并约定 按照实际的销售 或者使用情况 收取特取权使用费的这种情况 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特取权使用费 或者说 什么叫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后面会介绍 专门介绍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 大家知道肯德基 我们可以加盟肯德基 比如我想开个肯德基 这个饮食店 那么这个门面 那我可以加盟肯德基 那找谁呢 找百胜集团 百胜 百胜呢 那就是企业 它授权给我们 像我们 像我们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就是给我一个特许经营权 我可以以肯德基的标牌 这个标志啊 然后log啊 什么什么 整个一个标准 然后来进行经营 进行这个肯德基 那就是企业 百胜集团 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同时呢 按照客户 我的销售量 或者说销售额 一定的比例 比如5% 根据我全年的销售额 5% 它要企业向客户 收取这个特取权的使用费 那么这种情况 不适用于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 因为这是这种业务的一个特定的要求 它是根据销售量 或者销售额的一定的比例 来计算这个收入的 站在百胜集团的角度 按照这个百分比 来确认收入的 不适用于这个限制条件 好 这个知道一下 等我们后面学习这个内容 我们再介绍 这是括号三 第三个问题 那接下来 好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实际上我们给大家呢 就讲了一下可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交易价格这里面 第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可变对价 那么关于可变对价呢 我们讲了三小点 第一可变对价最佳估计数 如何确定 介绍两种方法 一个是七万值的方法 另外一个是 自由可能发生的金额这种方法 分别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然后讲的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可变对价 它的一个限制条件 记住交易价格的这个可变对价 金额的一个限制条件 这个比较抽象 但是呢 你只要掌握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那就是总的一个原则 本着谨慎性 在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消除的时候 前期累计 已经确认了收入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危 必须有这个限制条件 前期不能多计 可以少计 等到将来 确立下来以后 你可以调增 反过来说 前期不能多计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了解一下 那就是这个限制条件 它一个例外的情况 就是不适用的范围 不适用于 向客户授予 知识产权许可 并且按照实际的消除量 或者消除额 收取特取权使用费 这种情况 好 这是有关第三个步骤 交易价格的第一个问题 可变对价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 交易价格的第二个问题 叫合同中存在重大的融资成分 合同中存在重大的融资成分 有两种情形 待会给大家话图来解释 当企业将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客户的时间 商品交付给客户的时间 与客户实际付款给企业的时间 两者如果不一致 两者如果不一致 比如分期收款 销售商品具有融资性质 我先发货给对方 然后让对方分期付款 给我分期付款 具有融资性质的 我们前面在固定资产里面 也讲到分期付款 具有融资性质的购买固定资产 账在购买方 那是购买固定资产 账在销售企业 那就相当于是分期收款销售商品 并且具有融资性质 那就是合同中存在重大的融资成分 因为交付商品的时间 与收款的时间可能不一致 如果各方在合同中明确 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客户 或者企业就转让商品提供的重大融资利益 也就是说有融资成分 那么合同当中就包含了重大的融资成分 那么这有两种情形 我下面给大家画图来说一下 第一种情形是 企业以奢销的方式销售商品 说白了就是先发货后收款 今天我们就已经将商品的控制权转一个客户 但今天客户并没有给我支付款项 而是合同约定两年后给我钱 那这样就提供了一个重大的融资利益了 是不是啊 重大的融资利益 实际上是在融资了 客户今天可能没有这么多钱呢 一次性付不起啊 那么两年以后给钱 那么付款时间是两年以后 比如这是第一年 这是第二年 两年以后付款 举例再说 假定 如果今天一次性付款 今天就付了 这个商品的价款是多少 一千万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此时款项是多少 是一千万 但是客户呢 今天可能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客户呢 和企业进行协商 一个融资性质 具有重大的融资成分 他说两年后付款 那两年后付款 我可能站在企业的角度 可能就不是一千万可以了 我要求对方付多少 那是一千二百一十万 假定啊 一千二百一十万 那这个一千二百一十万 说法是什么呢 在市场的利率 百分之十的情况下 这个一千万 到这个点上 价值是多少 因为货币是具有时间价值 那就是一千万乘以 括号一加百分之十啊 一加百分之十 那实际上就一千一了 是不是啊 一千一 然后又到这儿 不是两年的时间吗 到这儿 那到这儿又是一年 那又是一年 要在这个基础上 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是不是啊 货币的时间价值 实际上说白了 那就是一千乘以 一加百分之十的两次方 所以是一二一零 是这样来的 好 这是一种情况是 企业先发货 后收款 第二种情况 反过来 要求客户先支付预付款 说白了 那就是 仗在企业的角度是 先收款 后发货 原本的企业 向客户销售商品 是两年后销售商品 我们今天就要求企业 要求客户 企业就要求客户 你提前付款 那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可能有融资的问题 你今天先把钱付给我 两年以后我交付商品 如果两年以后这个商品啊 这样说 如果两年以后这个商品的价值 是一千万 什么意思啊 两年以后 有客户 从企业这儿购买商品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价格是一千万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求客户 提前两年就付款 那么提前两年付款 是不是付一千万呢 那不是 那客户也不愿意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支付的款项 可能要少一些 比如支付多少呢 826.45 那826.45 同样的 我也是假定 在市场利率 百分之十的情况下 826.45 相当于是 今天那个限值 这个一千 其实就相当于是个中值 826.45 像刚才一样呢 百分之十 多少啊 两年 我们就约等于 一千 约等于一千 一千万 说明 它有个货币的时间价值 因素在里面 好 这是两种情况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有 提供了重大的融资利益 包含了重大的融资成分 这么两种情形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两种情形下 站在企业的角度 我如何确认收入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刚才第一个问题是 合同中存在 重大融资成分的 两种情形 那接下来就是 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里面 我们掌握两点 第一点是 交易价格怎么确定 第二点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折限率 先看第一个小问题 交易价格的确定 不管是 先发货后收钱 还是先收钱后发货 只要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企业都是按照 假定 注意 假定客户 在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 确定为交易价格 说白了 就是什么时候交货 此时应当支付的多少金额 这个金额是企业销售的收入 交易价格 你把它理解为 就是销售的收入 也说白了 就是限销的价格 今天 如果今天 我交货给你 此时 你应该给我多少钱 那么 我就按照这个金额 确认收入 那这么一讲 回到前面来说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前面这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企业先发货 后收款 我今天就把这个商品 转移给客户了 两年以后 我收取一千二百一十万 如果今天你给我钱 那一千万就可以了 那么想问大家 此时 企业应当按照什么金额 确认收入 按照一千万 还是一千二百一十万 当然按照一千万 因为如果今天 我交货给你 你应该 应当给我多少钱 一千万 那叫限销价格 所以此时按照一千万 确认收入 当然了 这两者之间 我将来收到钱 是一千二百一十万 是不是 多收了两百一十万 这两百一十万 是融资的利益 是不是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占用我这个资金 你没给我钱 占用我的资金 应当给我支付的利息 作为我的融资的收益 再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什么呢 两年以后交付商品 企业要求客户 提前两年付款 你提前付了 那提前付了这笔钱 是八百二十四点四五 八百二十六点四五 然后今天交付商品时 如果今天交付商品 今天给我钱 那应当给多少呢 给一千万 那我又要问大家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先收款 后发货的情况下 企业应当按照什么金额 确认收入呢 是八二六点四五 还是一千万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要求 按照转移商品控制权时 如果此时限销价格是多少 就按照什么金额 确认收入 多少 一千万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交付商品给你 你应当给我多少钱呢 是给一千万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应当按照一千万 确认收入 那么对企业来讲 我当时收到的钱 是不是比这个收入金额要少啊 我收到的是八二六点四五 实际上我的收入应该是一千万 那么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差额 这个是融资的费用 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 我提前收了这笔钱呢 等于客户提前借了一笔钱给我了 那么我少收的这一部分 相当于是融资的利息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具有重大的融资成分 好了 那么这么一解释 这句话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不管是先发货后收款 还是先收款后发货 我们都是按照一个标准 一个原则 客户什么时候取得控制权的这个点上 应当支付的金额 也就是限销价格是多少 那么收入就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第二个问题 折现率 我们刚才是给大家假定的是10%了 那么在实务当中 我们是要计算的 我们刚才是已知这个10% 是告诉你的 那么在实务当中 我们也需要计算这个折现率 当然考试题会直接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理解一下 这个折现率的含义就可以了 这个折现率应该什么呢 就是将合同对价的免疫金额 合同免疫金额是多少 将其折现为限销价格的 这个折现率 就是我们这所采用的实际利率 也就是 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 企业在确定该重大融资成分的金额的时候 要将民意金额折现为商品限销价格的折现率 先要使用这样一个折现率 同时利用这个折现率 采用实际利率法型探销 等一会给大家举例子 那么什么是民意金额 什么是限销价格 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哪个是民意金额 这是民意金额 还是这个是民意金额 这是限销价格 这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是一个限销价格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销售商品你给我钱 那就一千万 是不是 这个是民意金额 什么意思 我们在合同当中写的款项是多少 那叫民意金额 合同定下来两年以后给我多少钱 给一二一零 那叫民意金额 那这个呢是限销价格 限销价格 那么两者之间的一个折限率 我们财务管理上 不是通过差值法算出这个折限率吗 这是限值一千 是吧 一千 然后这是中值一二一零 是不是 一二一零 中值 然后这个折限率 那就是通过这个财务管理差值法算出这个折限率 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实际利率法的实际利率 当然考试体会直接告诉我们 就像我刚才说的 百分之十 再谈第二种情况 这种情况 这是付款的金额 实际付款的时间 是八二六点四五 这是将来交付商品的时候 如果交付商品的金额是一千万 那这个是限销价格 这个是民意金额 然后这两者之间也有货币的时间价值 所以 这是限值 这是中值 然后算出它的折限率 那么这道题同样是百分之十 这是我为了问你简化 所以就这样写了一下 好 不用我们计算 不用我们计算这个折限率 理解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题目会告诉我们这个折限率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折限率 采用实际利率法 贪销这个利息 下面 就刚才两种情况 一 先发货 后收款 二 先收款 后发货 两种情况 分别举个例子 下面看这道例题 2021年1月1号 贾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采用分期收款的方式 向乙公司销售一套大型设备 合同签订日 贾公司向乙公司交付设备 转移商品的控制权 说明今天就已经交付商品了 交付商品在前 合同约定的销售价格是2000万 这是民意金额 合同上约定的价款2000万 分五次 于每年12月31号等额收取 这是分期收款的一种方式 该大型设备的成本为1560万 在限销方式下 该大型设备的销售价格是1600万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次性付款 对方给1600万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方是分期付款的 所以要付2000万 贾公司认为该合同存在重大的融资成分 另外贾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谈销 未实现的融资收益 年实际利率为7.93% 以至条件 上述价款均不包含增值税 且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假公司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首先在2021年1月1号销售商品时 今天交付商品确认收入 商品控制权转移了 就应当确认收入 关键一个问题 这个交易价格按什么 按照限销的价格来确认收入 借长期应收款2000万合同约定的民意金额 贷方贷主营业务收入1600万 两者之间差额400万 这个400万进入一个科目叫 未实现融资收益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一次性付清了 1600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方是分5年等额支付的 所以应当付2000万给我们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收到的款项要多了400万 这个400万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融资的收益 但是这个不能今天就确认为我们的利息收入 它是5年的时间的 所以要分期谈销的 称之为叫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这个讲完以后 其实大家应该联系到 我们在固定资产那一章 给大家补充讲的内容 企业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具有融资性质 在那个地方呢 企业是 是让这个企业呢 是分期付款 具有融资性质的 是购买企业 那购买方呢 它叫长期应付款 那个地方我们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比如就这道题来说 假公司销售给乙公司 如果把这道题改一下 让你做完假公司的分路 再做一下乙公司的分路 并且假定乙公司购买了这个大型的设备 作为固定资产 那么应该怎么做 那不就是我们在固定资产那一章讲过的吗 其实告诉大家 金额都是相等的 这是科目换一下 是不是啊 科目换一下 取得这个固定资产 要按照限制入战 一千六 然后借方是未确认融资费用四百 代方代长期应付款 所以双方的会计分路 实际上金额都是相等的 好了 我们还是今天主要讲销售企业 销售收入确认以后 接着下面就是截赚成本 题目已知条件一千五百六十万 这是一月一号销售时 接着第二步就到了2021年12月31号 收取货款 根据题目的条件 分期付款 等额收取 两千万五年 每年年末四百万 借银行存款 代长期应收款四百万 这笔分路很好理解 接下来关键是这笔分路 为实现融资收益的摊销 摊销的金额是126.88 代财务费用 那么这个金额怎么分摊出来的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方法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定义资金账户 就应该清楚了 我在固定资产那一张 也已经销过大家 这样的方法 那个地方只不过是 未确认融资费用 另外一个是长期应付款 那么今天是长期应收款 另外一个叫 未实现融资收益 其实分摊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就是两个定义资金账户一化 两边一减 减完以后 乘引实际率就是本期摊销的金额 什么意思 长期应收款期出 余额是2000万 1月1号是2000万 未实现融资收益 400万 1月1号的分路可以看出400万 那么本期未实现融资收益 摊销的金额是多少呢 我们不就要算这个 未实现融资收益 摊销的金额吗 没问题 操考纸上 两个定义资金账户一化好 两位一解 解完以后 乘引实际利率 以至保留两位小数 126.88就出来了 好了 因为在12月31号 收到这个400万 所以这个400万不就代方吗 在第一年的12月31号 我们这道题是2021年 第一年 12月31号余额不就还有1600吗 是不是 那么未实现融资收益 这个余额还有多少 273.12 这很好理解吧 那么到了第二年 第二年摊销的金额怎么算呢 如此类推 两边一解 解完以后 乘引实际利率 就是第二年摊销的金额 再把它鸽子的余额再算出来 以后三年 如此类推 最后一年 倒极 因为最后一年 这个余额 就不用再 按照刚才的方法了 因为要 必须要分摊 结清的 所以余额还有多少 最后一年就多少 考试一般也不会考到很后面 考个第一年 最多考个第二年就可以了 这是我独创的方法 我们在固定资产来一张 也教过大家 我们作为会计人员 定义资金账户是我们一个工具 是我们在会计处理的一项工具 操考试上两个定义资金账户一画 那么一减 OK 很快就出来了 而不是我们教材上 通过一张表的形式 那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教大家这种方法 好 那这个给大家讲完以后 这个摊销金额就出来了 一二三四五 每年摊销金额 分别是多少都出来了 因此我们后面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那就很好理解了 刚才我也收了 一般情况下考试 差不多就考个第一年就可以了 好 那么看看第二年 那我们过一下就行了 第二年末 收到四百万 借银行送货 贷长期收款 然后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是105.22 在这 贷财务费用 如此类推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我就不再重复了 好 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第一种情形 什么 先发货 后收款 企业如何 确认收入 接下来 再看一道例题 2021年1月1号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一批产品 合同约定 该批产品将于两年之后交货 合同中包含两种可供选择的付款方式 即乙公司可以在两年后交付产品时 支付2247.2万元 或者也可以在今天签订合同的时候 你提前就可以付款 那付多少呢 付2000万 那么乙公司呢 选择哪一种方案呢 是在今天签订合同时就支付货款 哎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是 先站在企业的角度 先收款 后发货 同样是具有融资性质 该批产品的控制权 在交货时转移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啊 假公司销售企业在什么时点确认收入啊 两年后 两年后确认收入 两年后按什么金额确认收入 是2247.2呢 还是2000万呢 我们前面讲过 按照转移商品控制权时 此时的限销价格是多少 交易价格就是多少 或者说收入就是多少 那是多少呀 2247.2 也就是说两年以后 你交货时 那个点上才能确认收入 而且金额是2247.2 而不是2000 假公司于2021年 今天收到了乙公司支付的款项 多少啊 2000万 删除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且不考虑相关税负的影响 假定按照上述两种付款方式 所计算的内含利率为6% 题目一致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下面看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假公司如何进行快捷处理 本例中 考虑到以公司付款的时间 和长平交付时间 间隔 以及现行的市场利率的水平 假公司认为 这项合同 具有重大的融资成分 考试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我们 这个分析这些文字性的东西 就直接进行账务处理了 在确定交易价格时 应当对合同承诺的对价金额 进行调整 以反映该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假定该融资费用 不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要求 那么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如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寄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下面看假公司 第一 2021年1月1号这一天 怎么做 收到获款时 借银行送到多少 2000万 代方注意 一个科目出现了 新的科目出现 叫合同负债 我们今天收到钱了 能确认收入吗 不可以 因为我们还没有履行义务 还没有交付商品 那么实际上这个钱呢 是我们预收的款项 那么这个预收款 请大家注意 原来我们在会计准则里面 叫预收账款 现在新的收入准则 不可以写预收账款 针对企业销入商品 提前收到的款项 还没有履行义务 先记载一个负债的科目 叫合同负债 那就这道题 实际上又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 合同负债这个概念 没关系 等一会儿我给大家再介绍 先把这道题 相关的款式处理 先讲一下 将来我的义务 就是我未来的收入的金额 是2247.2 那么两者之间不就有个差额吗 这个差额 记载未确认融资费用里面 因为仗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角度 它实际上是承担了融资的利息 好了 第二步 到了2021年12月31号 我们要分摊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 也就是要确认融资成分 对本期的影响 那这个怎么去分摊呢 其实这道题特别简单了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限值 2000 那么一年以后 一年下来 那一年是6% 2000乘以6% 2000乘以6% 多少吧 120吧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所以我寄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借财务费用 但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个计算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它是总的一笔金额 然后一年下来是6% 那就120 然后第二年 第二年12月31号 我们继续要摊销吧 两年呢 因为总的是两年 而未确认融资费用总共才247.2 那刚才已经摊了多少 120 那么很厚啊 我们把247.2减去120 到几处剩下的余额 在第二年全部摊销 127.2借财务费用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也可以怎么做啊 也可以 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 当初是2247.2 然后摊销了120 负债2247.2 未确认融资费用 你可以把像刚才我们讲 长期应付款类似的那种方法 两者差额就是限制的金额 2000 2000呢 本期又摊销120 加上120 相当于是个贪于成本的概念 相当于这个贪于成本的一个概念 这样乘以6%也是127.2 或者说你这样理解 当初的限制2000 我们不是说两年的时间吗 两年的时间 那么到这个点上 这是限制 这是限制 这是中值 那么到这个点上2000变成多少了 变成2000乘以1加6%吗 是不是 1加6%一次翻 那么这个两者之间的差额 不就是6%120吗 然后到这儿 再乘以1加6%两次翻 两次翻与前面这个余额相比 实际上又是一个6% 所以这儿这个6% 结果是一样的 好了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前面教大家的 差额就可以了 因为只有两年 因为今天交付商品了 履行义务了 所以今天确认收入 借合同负债 代主营业务收入2247.2 这个题呢 也没有给我们成本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不予接赚成本了 根据题目的条件 如果题目给了成本是多少 我们还要接赚主营业务成本 这个说明一下 好了 这是给大家举了两个例题 第一个例题是 先发货后收款 第二个例题是 先收款后发货 分别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就引入一个新的问题 给大家补充 因为教材没有专闻去讲这个问题 那就是合同负债 我们出现一个合同负债 这个会计科目 在原来的收入准则里面 企业如果预收款 就是先收钱后发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记在预收账款里面 但现在新的收入准则呢 进行那个修改 针对销售商品而言 预收的款项 专门设置一个会计科目 叫合同负债 而不再记在预收账款里面 但是预收账款这个科目 还是存在的 那这两个科目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是下面补充内容 首先第一 什么叫合同负债 所谓合同负债是指企业 已经收取或者应收客户的对价 而应当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负债就是一种现实的义务 比如企业在转让承诺的商品之前 已经收到的款项 我们刚才这道题 提前已经把钱收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履行义务 没有向客户转让商品 所以就形成一项负债 称之为叫合同负债 其实说白了 这个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是专门针对收入准则的 或者说专门针对企业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预收的款项 而承担的义务 那接下来第二步 那就是比较合同负债 和预收账款这两个科目 什么意思呢 我什么时候用合同负债 什么时候用预收账款 这两个不能随便乱用的 简单的说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合同负债 专门是针对企业销售商品 提供老物 满足收入准则 满足收入准则的要求 而设置的会计科目 也就说白了 就是在收入范围内 我们就预收款 都通过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的确证 是以满足收入准则规范的范围为前提条件 如果企业预收的款项 它不属于收入准则规范的范围 打比方说 企业 向房屋对外租赁 提前收取的租金 我们在租赁 这一章也讲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出租方 预收的租金 那也是预收款呢 注意 那个预收的款项 是适用于租赁准则的 它就不属于收入准则规范的范围 因此 在租赁准则那一块 或者说 在租赁那一章里面 我们说预收的款项 应该记在预收账款里面 反过来说 如果是企业销售商品 提供老物 那意味着它是满足收入准则的 那么预收的款项 记在合同负债 就这样的理解 接下来 我给大家写了两点提示 也就是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预收账款 什么时候是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收入准则范围内 预收的款项 叫合同负债 那其实其他的情况 我们预收款记在预收账款里面 比如 长期股权投资 金融工具 等等准则涉及到的预收款 什么意思啊 我举例再说 甲公司 将其持有的 丙公司 20%的股份 转让给乙公司 也就是说 甲公司不再持有20% 有丙 乙公司 持有丙公司 20% 说白了 就是甲公司将持有的 丙公司 20%股权 转让给乙公司 在实务当中 经常是这样的 甲乙双方 今天在签订 转让合同时 甲 要求乙公司 先提前支付一笔定金 比如 先付个 一千万 比如 假定啊 假定整个是多少呢 整个是五千万 整个转让款项是五千万 今天签订合同时 你首先要付个定金给我 万一你违约了 这个定金我是不给你了 那么对甲公司来说 我今天还没有办理转让手续时 我只是才签合同 这一天 那么此时 此时这个一千万 甲公司借银行送款 带预收账款 或者 涉及到其他的金融工具 准则涉及到这个转让的款项 预设的款项 都记在预收账款里面 相信 我给大家这样一解释 大家就很清楚的区分开来了 什么时候是预收账款 什么时候是合同负债 还有第二个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在租赁准则里面 出租方在签订租赁协议时 租赁开始之前 就已经预收了租金 提前收了一笔租金 那这个预收款项 同样是记在预收账款里面 预收账款 而不能写合同负债 相信大家能够把这两个科目 区分开来了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的这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就这个科目而言 我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其实已经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题目里面 就已经接触到了 企业应当在客户实际支付款项 与到期支付款项 逐早的这个时点 比如我提前已经收到了 借银行送款 贷方贷合同负债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当企业履行这个义务 也就是向客户转让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此时才可以确认收入 但钱我已经收到了 所以我此时借合同负债 代主营有收入就行了 这很好理解 但是有个小问题提醒大家 如果涉及增值税的 这个增值税还要相应的进行会计处理 意思也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增值税是不包含在合同负债里面 也就是说合同负债 它是企业承担的一项义务 我们前面解释过 企业已收客户的对价 而应当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一项义务 那么我收取的这个增值税 这不是我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因此准则明确规定 合同负债是不包含增值税的 这点我们教材上没有明确 所以在这给大家写一个提示 根据收入准则对合同负债的规定 刚才就讲到了什么是合同负债 企业应当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我已经收到的款项 从而使企业承担了向客户转让商品的这个义务 称之为叫合同负债 而收取的对价里面 请大家注意 有可能有增值税 那就是尚未向客户履行转让商品的义务 而应收客户的对价当中 有可能有增值税的一部分 这个部分 它不是我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所以它不符合负债的定义 不能把它含在负债里面 比如 企业今天预收的款项是113万 借银行从款113万 我贷合同负债能不能写113万呢 不可以 因为其中有13万那是增值税 而增值税不是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那这个13万怎么办呢 注意 我们在负债那一章给大家介绍过 应交税费 有一个叫代转销向税额 所以这个13万记载代转销向税额 也是个负债 但是不能列在合同负债里面 这一点提醒大家 一般情况下 我们题目不考虑增值税 那如果考虑增值税 注意这个13万的增值税 增值税不能记载 合同负债科目里面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举两个案例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学的东西 其实都是上市公司实务当中的内容 我们结合上市公司的实务啊 更好的理解 而不是说那种虚 比较虚无缥缈的 就是读书 其实那很挺抽象的 教材上 我们所学的内容 都可以落实到上市公司 具体的会计实务当中去的 比如 九类企业 我以贵州茅台为例 这一类的上市公司 九类上市公司 它的报表里面 合同负债 这个金额是最为典型的 我们以贵州茅台 2021年的9月30号的三级报 来为例来说一下 在2021年的9月30号 合同负债的余额是91个亿 比较报表 2020年12月31号 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余额是133亿 133亿 大家一看 这个金额是很大的 确实如此 九类企业 它的报表上 合同负债 是一个比较有特征的 一个项目 这是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 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九类企业 我们现在九类企业 比如茅台呀 五粮业呀 经销商都是要提前打款 给上市公司 给这个九类企业 在三季度 这个金额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偏高的 为什么 三季度面临着 后面有八月中秋节 国庆节 是不是 那都是一个消费的万计 所以 作为经销商 他都要提前打款 给上市公司 那么提前打款 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还没有交付商品 所以对上市公司来说 就形成了 大量的合同负债 其实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 这个合同负债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隐藏的收入的金额 尚未转化为收入的 也是企业可以十度调节 利润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 我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 我可以实际上的放货呀 我只要向经销商发货了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那么我想调节一下 少一点 本期已经足够多了 我少一点 那么 有可能我减少它的发货量 向经销商发货 那么我就 它是可以调节一个工具 在当然前提是 在符合会计准则的范围之类的 2020年12月31号 这个133亿 也可以理解 这是年末 年末意味着什么 元旦来了 又是春节了 是不是 元旦一过一个月 又是春节了 所以作为上市公司来讲 它收到了经销商 大量的打款给上市公司 所以上市公司呢 九类企业 它有这样一个特征 特别明显 和其他行业相比啊 它是特别明显的 有这样一个合同负债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分析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时 我们不仅仅根据 上市公司的利润表上的收入 这个曲线 利润的曲线 更多的 其实还要根据它的 合同负债 我们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呀 那么这个合同负债 它是隐藏在那的 营业收入 这是茅台 九类企业 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征 其实还有另外一类企业 也有这样的特征 那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我们来看一下万科 同样是去年三季度 这个报表 合同负债 大家知道房地产开发企业 预售房呀 是不是 预售款 要收取预售款 还没有交房 那么所收到的款项 都在合同负债里面 那么在三季报里面 正好有两个项目 一个叫预售款项 一个叫合同负债 在预售款项里面 也有一定的金额 在合同负债里面 这个金额当然很高了 那么这两个科目 有什么区别呢 刚才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销售商品 比如商品房的预售款 预售款 那当然在合同负债里面 那它怎么有预售款项呢 比如万科 它有租赁房 对外出租 那么预售的款项 那不就涉及到预售款项吗 当然还有一点要注意 不要把它理解为是企业的负债 这个负债我越高越好 是企业的一些好的问题 好的事情 如果你的合同负债低 对这个行业来说 合同负债不断的下降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合同负债 我们在算这个资产负债率的时候 有时候是把这个合同负债的金额 给剔除掉 这不是真正的负债 这实际上是我预售的款项 是我收了人家的钱 越多越好 是这样一个问题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帮助大家来理解 这个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